在欧洲,向来有着俄罗斯威胁论,各国一直认为俄一旦强大起来,就会向西开始扩张,但我们翻看历史就会知道。 从拿破仑到二战时期,一直是欧洲国家向东侵入俄境内,而没有俄国激进,之所以现在会出现这种言论,与美国暗中操控,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俄罗斯威胁论在中东欧国家中还很有市场,美国借此将各国绑在一起,使得北约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军事集团存留至今, 而且还有新的欧洲国家想要加入 近日,北欧国家挪威就动作频频,直接回舰指向俄罗斯 据法新事报道,挪威方向延伸,近日发布了一条消息,美国将增派约500名士兵驻驾在基金内的文娥瑞斯军事基地,同时在计划建设一个新的军事基地,邀请美方派兵入驻,此举有着很明显的针对意味 俄方因此表示了强烈抗议可不安 挪威此举,既对了北部边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同时还威胁到了俄军舰从北冰洋向西市入大西洋的通道 美军只需要在挪威部署一些板舰导弹 俄军对于大西洋上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将无能为力 因为从南面经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通道早已被切断 而且不止挪威,波兰方面也同样在近日对俄方出手 以前在其边境部署的宙斯顿先不说 现在又邀请四架F22战斗机到自己首都参与怨兵 矛头也鸣谢指向俄罗斯,更有甚者 波兰要自掏摇刀 向美军支付数十亿军费以使其常住在自己境内 要知道,以前北欧国家对于美俄争斗并不热衷 使北约的对俄封锁线难得有一个缺口 俄邦得以借此喘息 现在美国直接把封锁线挪到了北冰洋 俄罗斯真的危险了 幸好,俄在中东地区的国益中有所收获 不会担心被完全包了饺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